上星期六 在嘉義市有一場繞進活動 而當天晚間發生了爆炸 有二十八個人受傷 還包括了年僅兩歲的幼童 爆炸原因 原先懷疑是塑膠帶高溫氣爆 不過在警方調查比對之後 研判可能是高空焰火落焰引發爆炸 活動現場 一片狼藉封鎖線內散落塑膠儀等物品 原警仔細勘查 這場爆炸事故發生在十五號深夜 當時傷者至少二十八人 原先懷疑是塑膠帶高溫氣爆 但警方用試劑測試採集到的證物之一 指向破片 發現有硝酸甲 也就是黑色火藥的反應 但是在相關的一些破片的一個紙箱裡面 有採集到微量的火藥的一個殘留成分 重回現場地上還能看到煙火釋放後的痕跡 警方地毯室搜索還是找不到有外包裝容器 啟動開關等爆裂物主要零組件 退估爆炸主因是高空焰火落焰導致 正在深入追查 廟方強調事發前後自家公廟沒有燃放煙火 但無法確定其他來遶境的有功 是否有施放 正式二十八名傷者 中低時間七人住院治療 也包括被三塊鐵片刺穿腹部的十三歲 紅小弟弟 但經過開刀 狀況穩定 人在家戶病房觀察 廟方表示住院病患只剩三人 會持續關心 至於爆炸原因 則尊重警方罪扣 專業認定 沒有其他意見 記者林瑋婷 李陳顯坤 加一報導